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爱迪先生 那上上个月我花了一段时间来整理我的老旧的货车 因为这个货车的话因为很老了所以有些地方有破洞 于是我就拿一些吸力康来填补它的破洞 那各位都知道吸力康对防水是非常好用的 可是吸力康也很难清除 因为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不小心把手上的胶粘到玻璃上了 那当初我也很不以为意 想说到时候扣扣掉就好了 结果两个月过去了还果真扣不掉 那我们来看当初这个玻璃 那事实上本来是非常模糊的 可是大家看现在已经非常清晰了 那因为我原本也没有打算要拍这个影片 结果我发现这效果真的不错 我们再从头回来拍 所以我当时在清除的过程并没有入镜 那不过我可以大致上讲一下 当初我发现它沾了很多这个吸力康的时候 比较厚的我们可以拿这种铲刀来撒你铲 但是呢因为它是玻璃 你一点点都不能留下 它不像你今天在磁砖啊在地板啊 在金属表面啊 你留下一点你根本看不到 可是玻璃不一样 它会透过去的 一点点都不行 那我只好上网再去买了一些 专门清除这个残胶的 那这一罐是清除这个油漆啊 一些胶水的 那这一罐号称是玻璃胶清洁剂 可以软化玻璃胶的 结果我都用了啦 效果真的很有限 那这时候真的让人家傻眼就对了 那左思右想这不清也不是 那后来我想有一个东西啊 以前经常在用 就是这个东西WD40 那事实上啊 WD40它生产的目的是做一些 生锈啊除锈的动作 也没有提到说清除玻璃胶嘛 那我就是姑且一试 结果我发觉它的效果还真好 比那个专用的啊 我是觉得还好 所以呢 我才说啊 来拍个影片来跟大家聊聊 是不是可以用这个 WD40啊 来做 西利康的清除 我个人在使用上觉得还OK啦 清除效果还不错 那各位如果碰到相同的问题啊 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试试看 那各位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请记得按赞 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